今天呢我就讲一点反向思维的问题 给大家分析分析 就是这个200斤独裁以后的命运 是不是真的会像他自己预期的一样 中国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目前中国共产党内部 除了这个独裁目标很鲜明的 习近平派别习派的人马以外 其他所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 是没有人真的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梦想 抛头颅撒热血了 就没有人去干这个事了 大家目标都不清楚 都不会为了共产主义奋斗 那这一派别呢 还是为了独裁拼命奋斗 所以这一派别呢更努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这次呢 200斤能够独揽独裁的大权 除了他自己手腕特别厉害 他的铁杆党女手腕也很厉害的原因以外 某种程度 真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边的上层 确实没有任何人想和习近平这派 习派的人去火拼 没有任何人用实际行动去竞争的一个结果 很容易就剩了 那在习近平实施独裁的过程中 最后让自己成为独揽大权的过程中 没有在党内遇见任何对手的真正有效的反击 连最小的这种在党内的争论都没有出现过 几乎是出奇的一帆风顺 这里面呢 有一个大家自己可能都已经看到的原因 就为什么会这么做 除了我说没有为共产主义抛头鹿撒肉去 还有没有油 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高层的 有见识有眼光的人 清楚的已经看到了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表面繁荣 但是内部已经 无数问题呈现了巨大的烂摊子 那所以对于这个烂摊子呢 可能除了习近平这个 想独裁目标明确的这一派别 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其他派系的人 都不愿意再掺和到这个 要挽救这个烂摊子的艰苦奋斗中了 更不愿意将来成为习派的炮灰 在挽救这个烂摊子挽救不了的过程中 还背负社会大众的骂名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习派的你进去 那最后你肯定是那个背锅的 所以呢不愿意 所以索性大家就都放弃了 比如我们看看李克强的行为 这里面是很多端倪的 大家能够看到李克强从2022年年初 到开两会 到二十大结束 就这个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 李克强在这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 一改过去唯唯诺诺的这种形式的风格 反而是大都阔斧的 带着国务院和下属机构做了很多工作 他在这十个月做的工作 比他第二任任期那四年多做的将近五年的时间 做的其他所有工作加在一起还要多 这是真的啊 你算一下 做的工作还要多 那为什么让李克强这么勤快啊 就是因为今年开始李克强格外的勤快 格外的实干 格外的高调 才会让很多海外媒体有了特别离谱的 李上席下的这种大讨论 大猜测的来源 对 否则不会这么想啊 那那为啥 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是李克强要在未来 给自己留下一个所谓的好总理的名头 这么简单肯定不是 因为那前面那将近十年做的太烂了 肯定不是 作为酒精政治运动的老手 李克强根本不会这么傻 十年都没正经干活 最后就靠着这十个月 让老百姓歌颂他 给他送个万民伞 根本不可能 那李克强自己很清楚 他后来这将近十个月 所有做的事都是没有得到习近平认可和支持的事 也就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事 他在忙不会有任何结果 而忙得这么热火朝天 那从这一点现在能够看明白了 回头看 那结果很清楚了 李克强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是白忙瞎忙的 几乎都被习近平的党给否认了 白去干 底下也没有人去搭理他 那既然是白忙既然是瞎忙 那李克强为什么还要忙 对啊 政治老手 十年期间与习近平相安无事 能做到总理这个高位政治老手 政治很成熟 绝对很成熟 而且有很高明的围观手段 擅长的叫韬光养晦 所以在十年间能跟习近平干嘛 相处相处的很好 相处的很和平 那么这个这么长时间 默默无闻的总理 在最后准备离职 离职了什么权力都没有的几个月 离职什么没有了 随便被人捏过了 突然在最后几个月 改变了过去跟皇帝相处的风格 突然间就和这个已经相伴了十年的皇帝撕破脸了 大唱对台戏 一改过去唯唯诺诺的样子 雷厉风行的开始做大量的 很多明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但是感觉看起来波澜壮阔的事 十万名干部的这种大的电视会议 事出反常必有要 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 从大的面上看 李克强今年的行为 应该是要表演给中国共产党内部 以及国内国外很多人看的 包括中国国内很多高层经营人群看的 他一定是表演给他们看的 通过这些实际行动 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划清了跟习近平之间的界限 哪怕因为这种超级刚烈的划清界限的行为 让李克强退下来以后 要承受习派给予的很多折腾 甚至是折磨 但是仍旧不妨碍李克强这个政治老手 最后用实际行动表明 与习近平习派分割关系的决心 这是一个大家能看到的 那至于底下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原因 促使他敢于 勇于 坚定义无反顾的这么做了 而且做了十个月 我现在也不清楚 不过呢 总体感觉应该和目前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外交环境 军事环境 已经复杂的社会 人文环境 都脱不了干系 肯定跟这些有关系 那从最简单的逻辑上看 最简单逻辑 我们能够看 在中国的历史上 当独裁者的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时候 一旦独裁者本人是缺乏大吉于关 缺乏高境界和真本事的时候 就算是盛事出了这样独裁者 国家也会迅速的衰亡下去 像汉武帝 像乾隆 而在类似于原末名末清末这种危局中 一旦出现这样的独裁者 像崇真 权力高度集中 那国家几乎很快就灭亡了 当然了 现实过程中的这种发展 应该比我讲这个简单的逻辑要复杂的多 但是呢 这次二十大确实给了我很强的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主要是习派 习家军最后收获的成果实在是太大了 远超我想象 太不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事 比如像李强这样子的中专生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学历只有中专 韩寿啥都不是啊 他能成为中国的总理 中国14亿人口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 一个中专生靠秘书出身的能成为中国的总理吗 解决不了问题 毕竟我自己感觉我多多少少还是对 目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构架和运行逻辑有一些充分了解的 至少我还有一些朋友在目前中共高层担任要职 就算在习近平完全控制的这个二十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里 还是有三个航天系背景的人留在了政治局里面 作为政治局委员 所以呢这个比较怪异 如果我是习派的人习家军的人 这次二十大开完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特别警觉 特别紧张 主要是赢得太容易 赢得太彻底 赢麻了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高级官员都是老奸巨华的政治高手 这些人也许在什么搞经济搞建设做管理都不行 但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奸巨华的政治高手 可是这样的老奸巨华的政治高手 久经考验的政治战士 怎么可能就一下全输了 输到这种程度 输到底 输得所有的全世界媒体都惊来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上半年李克强一喜之力 玩了命的对抗整个习家军 到处派国务院督查组 用抓经济为借口 和200斤的动态清零对着干 怪吗 这两个对比怪不怪 如果李克强没有什么强硬的底牌 或者知道什么准确的消息 或者有什么更深远的目的 以他的个性绝对不会是这么做的 一定他是早早会为自己下台以后的退路 做了充分的考量 才决定这么做了 所以呢 李克强这种强硬的对抗 以及在二十大开会前 李克强数次露面的时候 表面上都是一个很轻松 很愉快的状态 大家都能看视频 然后这次二十大开会以后 习家军大获全胜 这两个鲜明的对比 有极其不协调的地方 我政治敏感度没那么高 我都能感觉到 我相信很多政治敏感度高的人都能感觉到 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我说不上来 总归现在习所有的人全都上位了 也就是重拳把握的习派 习家军全都站到了名处 全上位了 上面全是 站在高位呢 就容易看不见下面 所以下面阴暗角落里 是不是还有什么 拥有强大能量的群体 已经筹备好了最好的机会 等着出手呢 不知道 只能拭目以待 但是呢 现在组成的习派上面 整个的最大的缺陷 就是知识文化技能的厚度 不够 真的真本事的力量 不够 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各种小手段上去的 都是弄成 都是弄成 所以呢 在面对这么大国家 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真要做什么有力的决策 例如像打台湾这种的 就会出大问题了 我目前的感觉和我前几天 录视频的感觉还是比较像的 就是 现在和未来这一两年 时间应该是习近平最辉煌的几年了 现在目前的习领导的江山 应该是个被硬撑起来的大气球 虽然这个皮很厚 但是是个气球 里面是空的 它如果一旦被刺破 是完全就会爆开的 一个点刺破就爆开了 没办法 所以呢 200斤可能给自己设计好了 无限续碑跟代代相传的未来 我的感觉 大概率是实现不了的景中月 跟景中化 对 再做个预言 实现不了 只要放松心态 静静的看着这个胖子装逼就完了 就未来这一两年时间 也就这一两年时间无限的辉煌了 因为飞龙在天之后 一定是抗龙有悔 对吧 这个不用想了 所以飞龙在天就是现在 下面就是抗龙有悔 看看几年转化了 讲完了 大家压力没那么大了吧 静观其变 看中国的政局吧 所以呢 不用想的那些事情了 所以下面呢 闲吃萝卜蛋操心 给大家讲一讲什么 讲一讲 美国的中债股 顺便讲个小常识 小心态 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 在中国国内的 资美媒体上特别活跃 差距比较大 思想转过来愿意听的 反正大家听我这个东西 也是为了让大家开心 那这个人活跃干嘛呢 就是忽悠中国的有钱人 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 说可以帮你去开设 还有证券投资账户 干嘛 去投资美国股市的中国概念股 做中国概念股的大股东 美国很多中国概念股 在美国上市 一百多只 大家知道 那么大义呢 就是目前中国 在美国的这种上市的中概股 在美国纽约主板交易市场上 已经有七只股票的股价 低于美股 0.001美元了 那往下这个方向再走的 还有十几只股票 其中这七只里最低的两只股票 美股的股价只有多少钱 0.0000001 也就是小数点后面 五个零 一个一 快钱 美元 这么多美元 0.0000001美元 美股了 那最低的中国概念股 这只股票 在美国上市公司 上市以后 全部的市值 加在一起 多少钱 2.64美元 2.64美元 那这七只里 最贵的联拓集团的股价 是多少 是0.00001美元 三个零 小数点后面 那这个上市公司 全部的市值 加在一起 是多少 是3257美元 其次是金黄珠宝 全部市值 加在一块 1124美元 所以呢 这个海通证券 投资顾问 就跟大家说 有意投资赚钱的 只要在美国 开个证券账户 几千美元 就可以把一家 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买过来 成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大股东 进而挣大钱 那这个海通证券的 投资顾问 说的对不对呢 真的有没有 天上掉馅饼的事呢 这点钱就能真买 美国纽约主板的 一个上市公司吗 确实在美国 纽约主板 这些中概股的股价 特别低 总市值也特别低 但是如果真的 去开设证券账户 想投资 这些中概股的股票 很多问题就随之出现了 如果你仅仅是购买一点 这些中概股 上市公司的股票 没有意愿成为大股东 那么这些公司 肯定都是多年亏损 且负债很多的公司 否则不可能股价和市值这么低 所以你可能在IG市场 刚买的这些上市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就退市 那你的股票就是废纸 你卖给谁啊 你买股票 目的应付了赚钱 那你如果真的想成为 这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这些上市公司呢 这些原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也愿意把公司卖给你 这个行为就叫买壳行为 那你就要遵守美国证券规定的 一系列证监会 美国证监会规定的 一系列关于买壳上市的 相关法律法规的 最关键的是 你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后 你要负责偿还上市公司的债务 促使上市公司的盈利 而且要保证 这家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 不能退市 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 具体几年我记不清楚了 但最少两年以上 你是不能变更 这些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的 也就是说 这家公司原来做什么呢 你还只能做什么 要保证未来两到三年 这家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收入 都来自于这家公司 原有的主营业务 那这家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肯定亏得很厉害 才导致上市公司股价这么低 你买了上市公司 帮能把自己赚钱的业务带进来 那你买它干啥 如果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这是首先第一个 那如果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不愿意卖给你控制权呢 你花多少钱都没用 你要敢在二级市场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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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成为大股东 就可能会触发收购邀约和全面收购邀约 最后结果就是这家上市公司 原来所有的股东都把股票高价卖给你 然后这家上市公司只有你一个股东 就可以退市了 最终就是你花钱买的家业务 严重亏损负债累累的非上市公司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如果这家上市公司在股东会决议 或者董事会决议中还有什么独药计划 牛卡金降落伞银降落伞 西降落伞之类的反收购条约 你就更惨了 钱花了最终什么都没有 等等专业领域的细节我不讲了 省得大家越听越糊涂 我想让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有这么好赚钱的事 他自己为什么不做呀 啊 用来忽悠大家 这个好赚钱的事如果真的存在 我觉得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这点钱掏得起 他把上市公司买了做大股东不就完了吗 他又和钱没筹 最便宜的上市公司全部实质加在一块 2.64美元 这么点投资成本 就能拥有一家美国纽约主板的上市公司 怎么玩都能赚大钱 所以海通证券投资顾问自己不花钱买个上市公司玩 这么赚钱的事 反而在网上大肆宣传让大家去投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还是那个话 这就是单纯勾引客户的欲望的招数了 只要客户赶在美国开户 把钱打进去了 后面的故事一定是另外的版本 肯定不管 不会是那么轻易去让你赚钱的 不管什么版本 一步一步先给客户画饼 然后一步一步挑逗客户欲望 一步一步增加客户欲望 最后一步一步逐渐把客户的钱投进海通证券投资顾问 希望客户投资的地方 用开始的欲望让大家往那引导 哪行哪不行 这个世界最复杂的规律都是大街上拉妹球的老大爷和卖白色的老大妈能够听懂的 以前说过大盗质减 如果真有这么赚钱的好机会 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早就自己闷声发大财了 绝不会告诉其他人 所以不管他说的是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以及其他类似这样的人在任何领域说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记住了 从规律上 只要一个人开始把那么好的赚钱消息告诉其他人的时候 而且这个赚钱的消息还是就这么点风 就这么点空间 那我跟大家说 骗局实际上肯定已经要出现了 我做金融20年 从来没遇见过天上掉馅饼的时候 实践证明最后所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通过实践中发现 掉下来的都是铁饼 控制欲望 不贪婪不恐惧 收好钱袋子快乐过日子 金融投资领域赚钱都是慢慢慢慢慢慢赚钱的 即使有了好机会也是循序 渐进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这个世界上 守株待兔这种事情真的出现了 也都是自己跟自己说 不会跟大家说 包括我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赚钱的机会 记住了也都是缓慢一点点去赚钱 要里面很多细节很多关键性的环节能够把握好了 才能缓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把钱赚了 没有任何东西都是说 就这一点机会进来就能赚暴利 然后告诉你大家进来赚钱的不存在 任何领域任何方向都是一样 我讲的不单是海统证券投雇这个事 听明白了吗 所以克制欲望 不贪婪 不恐惧 守好钱耐子 搬个小板凳 静静的快乐 过日子 看那些独裁者在上面耍 未来的好生活 未来的世界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